告白 不告白 告白 不告白 告白 不告白 告白 告白 不告白 告白 不告白 一点都不准 告白 不告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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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又是不告白 你为什么不告白 我都写了这么感人肺腑的一篇检查 怎么还是无动于衷 只能就是不解放弃 难道是因为我表现得还不够明显 来了 班长 吃饭了 吃饭吧 好 班长 你看一下 我查到了 你看 现在可以确定 这个车牌就是YE集团的 东海啊 YE集团 他会不会因为之前联姻失败 然后对你进行报复 飞哥 我们姚总跟华明成根本就没有感情 不至于报复吧 就算不是因为联姻的关系 明月最近推出的评价商品 跟YE集团形成了竞争关系 他们有所动作也在清理之中 班长 我根据之前给你发口号信的邮箱IP进行追踪发现 这个邮箱IP和给明月那个录音的IP是同一个 应该是同一个人的存在 那根据之前的事件分析 那个人应该是弗洛拉集团的高层 那这么看来 集团内部已经出现了跟YE勾集的内果 内果人 是 想把这个内果揪出来 我觉得 可以在姚盛南那边找到突破狂 郝帅 你最近要密切留意姚盛南的动向 她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立刻向我汇报 好 走 明月 你怎么穿睡衣就出来了 我跟明月有话说 你们回避一下 走 我们爱演喽 你要跟我说什么 你说吧 我听着 说吧 不管你说什么 我的答案都是 我愿意 明月 最近我和飞鸽他们住在你家里 多少会有点不方便 讨厌 讨厌 什么不方便吗 我是指 我们一帮大男人在这儿 你穿睡衣出来 不合适 你要说的是这个 不是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来 还买礼物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来 打开看看 这个呢 叫做托功能战术笔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防身用 这边这样拧开 它是一个小刀 非常的锋利 你一定要小心 这边呢 这边呢 是一个手电筒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你要跟我说的 就是这些吗 明月 我不可能二十四小时 在你身边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千万不要落单了 又是你